来 加油 太宠着 我找对象 坚决不找条件太好的 家庭收入50万以上的 坚决不考虑 还有导游我也坚决不找 太强势的我也不找 因为我的脾气比较好 这样出去不把我比没了吗 我想找个会关心人的 在我生病的时候 他能请假来陪我 我想找一个 没事的时候 刷他小兴着的 然后我去哄他 像两个人说相认似的 最后我还有一点要求 如果我们在一起之后 在一个月之内 必须要见双方父母 目前在开园 我有一套90多瓶的全款房 未来想再买一套 作为我们的新房 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8号 圆圆 小伙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为什么一个月之内 非得要见双方父母呢 我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年龄 可能稍微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总觉得 我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不是 哎呀 你说的怪可怕的 不是 感 就是说感情的时间 没有那么多时间说 老王当准确地错错词 不能说他的时间不多了 你错个词 就是青春黄金期非常有限了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呀 这黄哥都没敢嫌这事 你婆吗 你说 是我朋友当中第一个见父母的 但是我没想到我见他父母以后 我觉得我不如不去见了 很伤人的 他父母他家里条件非常好 他爸爸就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家 身边的人包括亲亲 不是公务员 就是身价千万百万的 你跟我们 我们家身 也挺富有的 你跟我女儿不合适 我当时是在南京 我毅然决然 那我就回到东北 你知道吗 所以说就是说 我说跟你见父母 和双方父母见一下 不仅说咱俩事儿 就定下来了 最起码首先 对我来说有一种保障 第二呢 也让双方父母呢 能够看一下 对我呀 或者是怎么样 满不满意呀 我首先我要了解 别人我跟你出过了 一年半年 最后你父母一句话说不行 那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 再重新去认识一个女孩 然后再跟她出对线 十一号题说 这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喜欢强势的女生呢 这也是跟我一段感情经历有关系吧 因为她的条件比较好 她的收入也比较高 有的时候我跟她在一起的话 觉得挺难抬起头的 我给她的意见 她从来她只会说一句话 你别说话 你说的不对 就这样 所以有时间长了 我就特别的不开心 比较压抑 也会觉得没有存在感 对 而且她就是说 你这衣服是我给你买的 你的鞋我给你买的 但我听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她 那你给她买东西吗 我也给她买 但我不提这个东西 我觉得给她买点东西 也能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虽然说她是无心的 但是确实对我来说比较伤之主 对 所以说太强势的话 不是说不找 只是说尽量我不想重蹈覆辙 再出现那种情况发生 明白 9号林子 谢谢 其实我也是就这个问题 灭得等 她拿这件事情出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我的男人没有自信 不一定所有的那个 就是收入比你高的 女孩子都强势 也是会有收入高 但是很温柔很体贴的人 发生内心想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接受 但是请注意 不要用你的语言来 伤害我的支持人 支持你 放弃吧 放弃吧 不敢往前 再进一步了 不敢 你是因为你确定不了 姑娘们选择你 或者是假设能牵手成功的话 到底是因为外表 还是因为内心 也有这个原因吧 记住啊 下巴再遇上姑娘说你很帅的时候 我觉得王哥总结了一个 对于你来说最佳的一个答案 是的 我是很帅 我的里边比外在还要帅 先看我里边 谢谢王老师 全世界你追逗我 风中雨里都陪我 我不是不走 我只是不说 用你的手我会